这对兄弟无法言语 此期仁医会医师用笔交谈细心询问 瑞芳疫诊走入社区 网诊是重点 探访的大多是无法出远门的长者或病人 有医师 有护理师 还有志工 一行十多人 看病也要看心 像我们如果只有在医院看诊 都只有想到我们的立场 希望他要比较频繁的回诊 去追踪这个状况 可是可能对他们来讲 都是有很大的不便 懂得同理病人的处境 问诊的态度更加亲切 曾是词情的郭医师第二次来参与 刻意把瘫痪的阿全带出门晒太阳 这是妈妈一个人做不到的事 可以哦 可以哦 好棒哦 家庭都 爸爸妈妈都这样陪伴他们 其实是蛮辛苦的 那就让我想到上人讲的那句话 有苦难的人走不出来 我们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 询问病情也了解用药情形 爱见爱护 送来的不只是专业的医疗 还有最温暖人心的关怀 大安新闻 真善美之宫台北综合报道 这位这场